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波动漫步5G GO 网络世界充满了假讯息 面对未来5G新世界 我们要先破解一下 到底所谓的基地台电磁坡 真的会对人体带来什么危害吗 首先科学证据显示 射频领域唯一对健康的影响 就是只有热效应 那么我们跟着学者专家 到实地去检测 发现基地台跟无线网络的 射频讯号暴露值非常的低 对人体温度几乎没有影响 甚至基地台电磁坡功率 还比不上微波炉哦 接下来跟着镜头来一趟科学试证 电磁坡 电磁坡 我们平常的住宅里面的家电 我们工厂里面很多的马达 甚至于说我们平常在搭乘 这个用电力来操控的 这些大众运输系统 实际上都有电磁坡 简单说有电厂有磁场 产生的能量会以波的形式传递 我们周遭处处都有电厂有磁场 整个大自然里面充满了各种 不同种类的电磁坡 但人类眼睛所能见到的只有可见光 从红光到紫光 那其实电磁坡真的不是一个很神奇 或者是很难接触 或者是一个很奥妙 还是很可怕的东西 其实不是哦 那电磁坡其实在我们收招 在我们自然界里面到处都是 那其实最大的一个电磁坡的一个来源 可能各位会很惊讶 就是我们自然界中的阳光 对而且它的能量也是相当强 讲到光大家可能很熟悉 但是把它变成电磁坡 大家就觉得很好像变得很 听起来就是很可怕 很未知很神秘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再加上很多错误的媒体 或者是很多错误的这个一些传言也好 或者是这些报导也好 可以让自己或者是让整个大家对这些事情呢 就会开始有一些很不太正确的观念 只要一提到电磁坡 大多数的民众就会联想到基地台 又联想到危害健康 这问题存在依旧 干脆选日不如撞日 我们就请出电磁坡专家林基辛博士 来为我们实地量测一下 刚好最近路边买的量测器也派上用场 诶博士摇摇头 他拒绝用这个量测器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一般民众所购买的东西 没有经过校准 没有专业的合格 不是专业的仪器就不能用 所以专业的仪器校准 专业的人才在使用才是对的 原来正确测量基地台的电磁坡 必须要透过专业的人员 以及专业仪器测量 我们在距离法律规定的基地台 15公尺远地方进行第一次测量 数值大约是0.0030上下 而测量人员一进到室内 数值立刻降到0左右 就算是走到顶楼有基地台的户外空地 电磁坡测量出来的数值也只有0.0005左右 目前量测的最大数值大概是0.0045 平方公分毫瓦 目前的值是符合我们的标准规范 大约比我们一般住家内部的0.35 每平方多少毫瓦的部分的数值 即使在基地台设置的顶楼测试 数值也只有法规标准的1% 这数字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低很多很多 光是一种电磁坡 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见光 室内的灯光啊室外的阳光 光是一种电磁坡 是一个很强的电磁坡 基地台手机的电磁坡来比 光是大概50万倍强的电磁坡 我们一般可以在光之下活动啊 跟光和平共主都没有问题 所以一般的民众呢 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子对于 手机机台电磁坡呢 觉得心里方方不安 基地台是否对健康造成影响 这是一个常见的顾虑 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证据指出 社评领域唯一的健康效应为体温升高 当然有一些 有那个非邮里辐射坡里头 有一段是会有热效应的 比如说微波炉加热 这个是会有热效应的电磁坡 但是这种热效应顶多大概就是产生说有微热的情形 基地台和无线网络的射频讯号暴露值极低 人体上升的温度根本微不足道 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而且根据最新调查显示 在公共地区 基地台和无线科技造成的射频暴露值 通常只有国际标准的数千分之一 这个基地台的电磁坡 它的功率也没有像我们微波炉那么高 然后再来你微波会加热 对食物加热 我们的脑袋跟人的住家 不会说跟着这个天天很正对很接近 所以大家鼓励害怕说 既然这个微波有热效应的 那因为它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也不会有危险 未知产生恐惧 如果能对电磁波有正确的观念与认知 行动通信和5G建构的不只是速度的世界 更开启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过去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场景 随着5G越来越普及 智慧生活就在你我的周围 也会越来越精彩 5G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性不言可遇 而其中5G基地台的密集建制 成为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网络发展到现在第五代通讯 依旧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基地台的电磁波 有着错误的迷思 像是什么电磁波会致癌 会生下畸形儿等等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磁波 其实您家中的电器 像是电冰箱 微波炉 吹风机 电视机 即使不使用 都会有高低不等的电磁波 因此电磁波是一种能量 不是只有手机或基地台才有 那到底哪一种电磁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对人体有害呢 继续是我们的深入报道 一般人家讲到基地台 电磁波 你会联想到什么方面 不好的吧 手机的那种不好的电磁波会影响人 对身体是有害处的 癌症吧 头会痛 肤色吧 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人体上的危害之类的 随机在路上接访民众 大多数的民众一听到电磁波三个字 立刻退避三射 但深入问道了不了解电磁波 几乎大家都讲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电磁 我不太懂 就是电磁产品都会发射出来的一些波段 电磁波就是电磁零件 然后发射出来的一个电波 叫电磁波 不过还是有民众对电磁波 有着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大家不用听到电磁波就觉得很可怕 对就是因为人体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耐受程度 那些都有一些数据可以去参考 那就是如果你完全拒绝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就是不要听到电磁波就觉得 会致癌什么的 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一下电磁波之谜 电磁波其实是一种能量 只要温度高于摄氏零下273.15度的物体 就会以波的方式辐射出能量 我们生活中的电器用品 其实都会产生电磁波 像是电脑冰箱微波炉等等 甚至是连太阳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那这个能量我们通常有一个界定 也就是十个电磁波 那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十个电磁波 那我们通常以这个界限点来称之为 它是属于游离或非游离 那如果是大于十个电磁波的光子 那我们就称之为它游离辐射 那因为十个电磁波以上呢 其实它就真的能够让这个 我们所谓的界质产生所谓的游离化 那这游离化呢 是的确会改变这个物质的 那通常这样的能量都在紫外线以上 那也就是紫外线 或者是我们医疗在用的X-ray 或者是这个核子医学在用的γ-ray 紫外线以下都是可见光 那再更往下面走 就是能量更小的 那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微波 或者是这个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就是我们现在通讯在用的 或者是这个AM FM我们在听的这个radio 那这一方面的波长 或者这一方面的能量就更小了 那再往更下面走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个更长的波长的 或者是频率更低的 那这些通通都是 我们所谓的电磁波 原来对人体有危害的电磁波 主要是游离辐射 像是X光或者是γ射线 一般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正常能量 非游离辐射电磁波 对人体没有危险 因此不要惧怕电磁波 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能和平共处 只是说民众对这么多种电磁波来源 不太有感觉 所以以为说听到电磁波 先入维伍子觉得说 这是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他是不了解 每一种电磁波来源 它的强度 它的种类 事实上是有差别的 那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有一般的这个民众就看到说 某个地方是有电磁波来源 不管它的强度的大小 只要看到说 那边有个人听信就很害怕 我觉得这个听信看起来就不可爱 就很邪恶 所以是很强的电磁波来源 那既然基地台电磁波 属于非游离辐射 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疑问 电磁波到底会不会致癌 这个问题从开始有手机之后 就很多人会声会影的 从不同方面去捕捉可能性 甚至还拿出了国际癌症研究署 IARC的研究 想要佐证电磁波是致癌因子 但其实这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事实上 IARC上级单位 WHO 早就推翻这个论点 世界卫生组织底下有一个单位 叫做国际癌症研究署 他们在2011年的5月的时候 发表了一份声明说 手机基地台电磁波 是一种可能致癌物 叫做2B 称为2B 可能致癌物 然后呢 引起全世界的媒体 关注的民众都害怕了 结果不到一个月 2011年的6月 不到一个月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 193号文件 声明 并没有任何证据说 手机记录台电磁波 会导致有害 没有 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澄清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澄清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就事论事 就证据讲证据 他就说 至今没有证据会有害 就非常明显 所以他某种程度来 就打脸 打脸这个 他的那个属下的单位 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所 说 你讲这个2B 实在是恐慌民众 想要生活更便利 你就不能缺乏行动通信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即使你人在台湾最北端 也能用最快最方便的方法 在智慧型手机上 以视讯电话 进到最南端的家人 这就是科技进入家庭的最重要意义 如果在政府的严格标准下 我们能善用科技 这也是台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其实WHO对各国做普遍研究后 已经做出解释 说基地台低于限制的电磁波 是不会造成健康危害的 尤其电磁波存在于我们生活周遭 就连每天接触到的阳光 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它的强度甚至于高过基地台跟手机 但是民众依旧对电磁波有着很深的误解 像是所谓的基地台下方的住户 是不是最危险呢 顶楼上天线越多 越容易有健康上的疑虑吗 这是真的吗 带您一一解惑 世界各国在设立基地台的时候 普遍各国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 电磁波到底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因此WHO从2000年开始就展开各国普遍的研究 2006年第一份文件304号解释 里面明确表明基地台低于限制的电磁波 是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那到底民众对于基地台的迷思有哪些 我们一一来破解这些迷思 电磁波辐射听起来就是一种令人害怕的产物 这是不是科技发明之后才有的呢 我们一般在中小学的物理课本上面就有教过 我们的光就是电磁波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晒的太阳光就是在享受电磁波 那没有人会去反对说 太阳光晒我晒到我 那我这个电磁波很大危害 你不要晒过量就好 那事实上从太阳光到红外线紫外线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这些名词 它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也就是说电磁波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地球生活的一部分 基地台附近住户是否会受到电磁波的影响 从纯电子电机的角度来看 那本来射频就是具有方向性 那它的目的是要拿来传输 所以理论上在它的正下方 理因不需要这么强 那可能也是最弱的地方 那它必须要有往四处打出去的这个发散功率 那其实它也不聚焦效果 那理论上它应该是在水平方向 那手机的强度 事实上在5G的这个时代里面 它们发射的强度 是跟着它跟基地台的距离来做调整 离基地台越远 它发射的强度越强 所以基地台离你的手机比较近 它发射的功率反而降低 如果有超过10只基地台天线 在同一栋屋顶上 电磁波会很强吗 有的民众可能会担心说 同一个基地台的楼顶 会不会盖非常非常多基地台 一直无止境地往上加 第一个这是不会的 我们全台湾的电信业者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他们也知道说 在同一个地方如果盖太多基地台 他们彼此之间是会干扰的 事实上每个电磁波的它的电磁方面的 就我们称为叫做射频的一个暴露值 安全范围离那个国际上的标准的 的那个上限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能是零点几个percent 所以我加了好几个零点几percent 还是零点几percent 所以它的安全度不是问题 台湾基地台电磁波的规定严格吗 我们国家的标准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也就是说几乎是全世界一致的标准 也就是说全世界就用一个标准 这样子最服民心 第二个我们政府除了参照那个世界标准以外 我们政府也会去执行说 因为法规定不是摆着墙上看 我们去执行 世界卫生组织设的那个标准 是由它的一套的证明一套的程序来做 它是使用50倍的安全叙述 什么叫50倍呢 就是人类就是科学家做了研究 发现说在某个量 可能会有健康效应 可能会有生理效应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量 严格50倍来做规范 为什么严格50倍呢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你刚才讲的 孕妇啦 什么肉饰的老人啊 什么小孩啊 什么的 他们可能体质会比较弱 电磁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所有的辐射 因为它真的功能太强大 它每一个波段的功能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辐射是坏的辐射 也没有一个辐射是好的辐射 那纯粹取决于用辐射的人 他把它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应用性上 就是游离辐射它应该被管制 它应该被专业人士 以最专业的角度来去使用它 那诊断用的辐射 它当然比较弱 那所以呢 这样的一些防护 我相信在这个医院里面也好 这些医事人员 其实也都会为这个病人也好 或者是他们本身也好 都有考虑到这些安全性 世界维员组织在 在差不多20年前开始做10年的研究 然后陆续发表声明 比如说304文件之类的 每一份的文件的声明 都是列视说科学的研究到现在为止 没有正确选择有汉 其实我们生活在地球 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辐射磁场 万物都有电磁波辐射 最重要的是 这一些是属于自然的物理现象 电磁波的存在就如同阳光 空气 水一样的自然而然 唯有正确的看待电磁波 拥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正常的生活 享受生活中万事万物 带来的便利与乐趣 其实我们基地台的天线是往水平的方向射出去 那基地台的下方的住户 其实是最安全的 因为电磁波不会绕回来 所以就是往正前方方向 那正前方的住户是不是就不安全了 我们都有实测过 不止台湾而且世界各国也都测过了 大概15公尺的距离 大概就已经降到安全的范围了 所以大家不必害怕说 基地台的下方 或是离近的那些大楼 会不会受影响 那只要我们的这个基地台 其实是规定说 正前方15公尺内 不可以有高于天线的合法建筑物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都会把关 让这个附近的基地台附近的住户 不会遭受到电磁波的危害 事实上我们出门 会用手机看公车快到了没 如果要订高铁台铁票 会用手机预订车票 想要出门吃饭 就用手机预订餐厅 那么现在就连想要买些生活必需品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用网路购物了 网路至于我们的生活 就像空气一样的存在着 如果希望有更便利的生活 硬体建制就要更到位 今天看完节目 是否对基地台跟电磁波的迷思 有所解惑了呢 对于网路留言 我们可是要请专家学者 找出证据来进行验证的哦 波头漫步5G GO 让您更了解人类未来新世界 我是陈雅玲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